今年是戰鬥民族俄羅斯 十月革命100周年 十月革命其實沒有發生非常激烈的武裝衝突 但就創立了二十世紀世界新秩序 令到全球接近三分之一的國家 建立了共產制度政權 組成聯盟 去挑戰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 十月革命也是冷戰時期 超級強國蘇聯崛起的起點 近年一路醞釀的朝鮮核危機 可以說是十月革命延伸下來的惡果 十月革命要由俄羅斯的沙皇時代說起 羅曼洛夫王朝統治了俄羅斯帝國三百多年 最高領導人沙皇被俄羅斯人視為帝國的父親 有人說今日普京承繼了當年沙皇的父親形象 領導著俄羅斯 尼古拉二世是末代沙皇 在他管治下 貴族和工人階層的關係持續緊張 1905年有東正教的祭司 在聖彼得堡領導工人和平理性地示威 遞交改革社會和政治制度的請願書 混亂期間就有士兵開槍 造成千多個示威者傷亡 後人叫那天做血腥星星期日 自此之後 群眾對沙皇的專制和無能覺得很絕望 加上社會又傳言說 沙皇的重臣顛爭拉斯普京被外國勢力 德國收買 群眾開始反抗 搞罷工 暴動 甚至恐怖襲擊 1914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展開 俄羅斯一開戰 立刻慘敗 戰事拖累了經濟 全國嚴重食物短缺 1917年2月 因為饑荒和物價暴障 大城市出現動亂 派去鎮壓的軍人 有部份都叛變 加入暴亂 幫忙攻擊政府機構 暴亂催生了二月革命 成功逼到沙皇 尼古拉爾世退位 成立了俄國臨時政府執政 但情況依然沒有好轉 臨時政府決定繼續參加世界大戰 俄國軍隊死傷非常慘重 國內經濟臨近崩潰 大量企業倒閉 一戰的敵軍德國 為了激化俄羅斯的內鬥分裂 暗瓦底支持 布爾什維克黨的領袖列寧 想他奪權 列寧宣傳和平 土地和麵包的口號 獲得市民的支持 俄歷1917年10月 即是今日功力的11月 布爾什維克黨日 在聖彼得堡起義 攻入權力中心 東攻 只遇到很零碎的抵抗 就成功推翻臨時政府 後人叫做十月革命 但政權還未成功移交 還有很多俄羅斯人很抗拒 沒有私人產權的共產主義 之後俄羅斯打了六年內戰 由信奉社會主義的紅軍對戰 信奉資本主義的白軍 造成大約200至300萬人死傷 直到1922年 紅軍慘勝 蘇聯正式成立 成為人類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二次大戰之後 直到80年代 社會主義成為資本主義之外 另一種比較可行的替代發展模式 十月革命都可以被人認可做 可以推動文明進步的革命 不過後來社會主義國家 先後陷入很嚴重的人權和經濟災難 伴隨著蘇聯解體 不同的專制政權 也都在東歐倒台 十月革命 又變成一場失敗的社會實驗起點 但近年放任的市場經濟 引發了全球經濟危機 以及結構性社會問題 又有人開始想 結合了社會主義的可行性 中國自稱實行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發展計劃經濟 混合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 國家快速崛起 部分東南亞 和南美洲的發展中國家 都嘗試去仿效 變相中國模式不斷地輸出 有機會令到全球民主 受到進一步的挫敗 另一篇商 北歐國家發展了社會民主主義的路向 近年很受西方以發展國家歡迎 自稱社會主義者的 前美國總統參選人桑德斯 就曾經公開講話 要用北歐模式去改革美國 在美國 有調查顯示 30歲以下的年輕一輩 有43%贊同社會主義 贊同資本主義的 只有23% 有大約六成的民主黨支持者 都肯投票給社會主義者 英國也有相同趨勢 調查顯示有39%的英國人 贊成社會主義 贊成資本主義的有36% 兩方面的陣營拉承軍勢 桑德斯和聲稱要實行21世紀社會主義的 英國工黨黨魁 郭爾濱 他們兩個都特別受到年輕一輩的支持 在十月革命的100周年 左翼靜悄悄地重返國際舞台 轉型的社會主義 會像20世紀般 導向一條挖頭路 還是一個新世界呢?